兄弟发了张被众多美女环绕的朋友圈 我在底下喝吃 底线在哪里 道德在哪里 具体位置在哪里 然而没想到刚收拾好出门 就被她的笑话姐姐堵在门口 怎么 我还美女模好看 起因是柳旭坤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并且吐槽 让你一起来 你偏要写作业 我都喝半箱酒了 我蹭的从床上弹起来 等我就来 写了几张卷子脖子都酸了 现在才十点多 是该放松一下 稍微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刚开门就有一个娇小的身影立在边上 我瞄了两眼疑惑道 柳如烟 她是柳旭坤的亲姐姐 一大有名的笑话 我看见她挺慌 因为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柳如烟站直身体转过来 一团阴影笼盖在我身上 形成压迫感 大晚上去曼德公馆 她的声音加重 我是去找柳旭坤的 她马上回来了 我惊讶的下巴还没有收回去 柳旭坤已经摇摇晃晃的来了 克强 她扑上来抱住我 好重的酒气 无语 我的夜生活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小子好重 我后腰忍不住往后仰 喂 你把你弟带回去 我看她比较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好好照顾她 说完柳如烟转身按了电梯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姐走了吗 柳旭坤在我耳边问道 走了 给我起来 柳旭坤深呼吸一口气才站直起来 往后看了好几眼 确认没有柳如烟的身影才拍着胸口 惊魂未定 我问她 还去玩吗 玩个屁 没看见我姐堵着吗 她拉着我进屋 不是 我又不是她弟 跟我有啥关系 可是她一直觉得你是她老公啊 我脸一红 推着她 乱说什么呀 我没有答应过她 柳旭坤脚步晃了晃爹坐在沙发上 没办法呀 我姐是死心眼 她就是看上你了 柳旭坤和柳如烟都属于校园的风云人物 柳如烟经常拿年级低 长得很美 但是行为乖张 高中开始就泡巴喝酒 可是家里有关系 而且学习成绩好 老师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柳旭坤是单纯长得好 成绩不咋定 很喜欢玩 身边一群小迷地迷妹 我是她所有朋友当中成绩最好的 为什么会玩在一起 因为有人欺负我 她帮我出了头 为了感谢她 帮她做了一个学期作业 她人不算坏 就是嚣张 但是对我挺好 经常帮我戴好吃的 随手一送就是一千多的T恤 我家境算普通 哪里经常见东西 当然受不了这样的诱惑 不就是写作业吗 我最会写了 有一天她放学找我 说让我去劫胡她姐的男朋友 因为她看不惯那男的 说她长相行为都像小白脸 偏偏她姐还喜欢这种柔弱的 她姐柳如烟 我想到这个名字就怂了 毕中谁敢惹柳如烟啊 有名的大姐大 关键是成绩还好 就很气人 我不敢去 你找别人 柳旭坤围着我转圈 我身边的就你一个像好人 我姐就喜欢你这样的 我听着更甚人 我才不要她喜欢 多吓人了 我姐是渣女 过两天就忘了 你就去演戏 别让那个小白脸得逞就行了 你姐喜欢谁 你管她干嘛 我不管 我就是看那个男的不爽 主要是我姐不鸟我 我叹息一声 柳旭坤继续央求 克强 我们还是不是好兄弟 你必须跟我站在一起 包你一个月伙食费怎样 好像 我演戏还行 这种好事再拒绝就不礼貌 跟柳如烟表白的是笑草纪伯昌 年纪有不少的追求者 他在学校的一条小道读柳如烟 这条路通往完美酒吧 柳如烟身旁跟着七八个女生 有说有笑的 纪伯昌拦在他面前递上一张情书 柳如烟同学 我喜欢你 周围的人开始吹口哨起哄 柳如烟仰着嘴角 两根手指漫不经心地夹起那封信 准备打开看 柳旭坤把我推了出去 我踉腔地往前跌了几步 大家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其中一个人起哄 柳如烟姐 又来一个表白的 柳如烟就没看着我 显然不记得我是谁 虽然跟着柳旭坤与他碰过两次面 见我不动 他们开始起哄 这好像是高二的学弟吧 柳如烟姐果然是万人鸣 小学弟 你还不表白啊 你旁边有竞争者有 这场面我脚都是软的 但是想着一个月生活费又挺直腰板 柳如烟 你居然背着我聊起他小伙 他们被我一声大吼愣住 柳如烟姐 有情况啊 柳如烟瞪了他一眼 藐视着我 你谁啊 昨天还抱着我叫宝贝 今天就忘了 周围的起哄声音更大 柳如烟姐 什么时候的事情 纪伯昌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我直接走过去 揪起柳如烟的衣领凑近 对准他的嘴唇亲上去 转身对他说道 我敢亲他 你敢啊 纪伯昌眼泪瞬间下来 哭着跑走了 柳如烟狂暴跺脚 你谁啊 我瞬间就怂了 脖子一缩颤抖着身体 如烟 如烟姐 我是被逼的 柳如烟脸色铁青 眼神迸发着寒光 像把力刀 他旁边的姐们还在捧腹大笑 哎呦如烟姐 这不是你男朋友啊 你居然被小学弟抢吻 柳如烟侧头 笑个屁 闭嘴 他一步走近我 你胆子不小啊 我被他逼到墙角 身子抖得不行 他冲我挑眉 真想做我男朋友 我咽咽口水 我不想 被逼的 挨得好近 我都能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拍到脸上 还有他身上淡淡的香味 突然脸好烫 脑袋嗡嗡作响 我惊叫一声 用力推开他跑了 我这一吻成名 柳如烟的姐们见着我就打去的喊姐夫 然后班上的人 学校的人都知道了 我吓得瑟瑟发抖 生怕班主任找我谈话 见着柳如烟都绕到走 大概是因为我学习不错 再加上柳如烟在学校比较出名 只是被隐隐暗示一次让我注重学习 不要想其他的东西 我对着柳旭坤骂骂咧咧 现在好了 我成功敌了 真不该贪财 多少人想当我姐男朋友啊 你偷着乐吧 柳如烟在校门口堵过我两次 他很生气的质问 你耍我 庆了不负责 要负什么责呀 我没钱 我抱紧身体 柳如烟哼哼哼了两下 脑袋真脏 终于熬到柳如烟高考完 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 真的就奇怪了 他整天都吃喝玩乐的 怎么成绩还是那么好 暑假他们毕业之际狂欢 我被柳旭坤拉去酒吧 进门他们就打去的喊我姐夫 我的脸刷的就红了 扯着嘴角 别 别客气 纪伯昌也来了 他在柳如烟身边坐着 狠狠瞪着我 气氛一度很尴尬 柳旭坤跑了过去 柳如烟回头顺带瞥了我一眼 他们玩得很嗨 酒吧的嘈杂声震的耳膜都要破 感觉一点也不好玩 柳如烟在人群中很是耀眼 柳旭坤拿起酒要喝 被柳如烟弹了个脑瓜崩 成年了才能喝酒 不听话小心我打你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递来酒杯凑近找我 姐夫 喝一杯不 没带我说话 女孩就被柳如烟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然后他自己灌下了那杯酒 他们一直玩到了凌晨还不走 我一直在旁边戳柳旭坤 然而他跟一群人玩着头子 喝饮料都喝得起劲 根本不鸟我 我打算去上个厕所就离开 却在门口被纪柏昌和他的朋友堵住 他们二话没说 把我拖到厕所的洗手台 按着我的头 打开水龙头不停地冲水 嘴里骂着 就你这样的也敢跟柳昌抢呢 给你点教训 以后离柳如烟远点知道吗 我挣扎仰头 又被他们按下去 还扒了我的裤子拍照 见着他们一张张得意变态的嘴脸 那一刻我丧失了所有理智 冲上去抢了手机 抓着纪柏昌的头脱进厕所门 往马桶里按 你他妈疯了 男孩大喊 其他人上来帮忙 我一拳一脚动作敏捷迅速 被我揍翻在地 逼打三波城中 吓跑了好几波上厕所的人 不是隐藏实力 刚才是被偷袭了 我把三个人都打扶了 他们全坐在地上 衣服也被撕得稀烂 脸上手上轻一块子一块 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拿着手机对着他们拍 然后删掉自己照片 扔到他们面前 拿去卖钱吧 三人就气愤地看着我 嘴唇抖得厉害 却说不出之前的误会话语 我捡起衣服套在身上 出门就撞见柳旭坤和柳如烟 柳旭坤往里面看了一眼惊呼 怎么回事 里面的三个男孩哭哭啼啼 纪博昌也直掉眼泪 我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出了酒吧 没走多久 柳如烟开着车出来追我 让我上车 我让他滚 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说这个话 柳旭坤把我硬拉了上去 询问我怎么回事 我当时没有说 柳旭坤上去就一人一巴掌吼道 他妈的吐字清楚一点 三人憋住哭声沙哑道 贺强 啪 柳旭坤又是一巴掌 贺强也是你叫的 贺强哥对不起 柳旭坤一把烂住我的肩膀 怎么样 我给你报仇了 别生气了 说实话回想起来很爽 但当时的我有被吓到 不愧是笑话的弟弟 柳旭坤又说 贺强谢不解气 不解气还可以打他们 我并不想恶劣发展下去 况且他们昨天也没讨到好处 便说就此打住吧 只要他们不再找事 以后都井水不犯河水 柳旭坤吼 听到没有 听 听到了 以后不会了 那之后我跟柳旭坤的关系 更上升了一个阶段 他说纪伯昌是他姐亲自解决的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后面没有再在柳如烟身边 见过纪伯昌 但是和柳如烟的关系更大 因为柳旭坤经常带我去他家别墅玩 他们爸妈常年在外地做生意 嫌少回家 请了保姆照顾他们兄弟 巧了 次次都能撞见他姐 除了打招呼之外 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 他看我的眼神像欠他八百万似的 我问柳旭坤 你姐是不是很讨厌我 柳旭坤惊讶 怎么会 我姐一直都 柳如烟在旁边咳两声 柳旭坤就缩回脖子不敢再说 我后面问了好几次一只什么 他都不说 怕他姐揍他 我考上了柳如烟的那一所大学 柳旭坤在我隔壁 每次因为写论文压力大 跟着柳旭坤去喝酒 小卓竟然还感觉蛮好 但是很奇怪 次次被他姐抓包 酒也喝不好 我问你姐是不是针对我 柳旭坤回答 他心眼紫黑 后来他的报应来了 柳旭烟得了急性肠胃炎 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 冤冤相报何时了 照顾他的人是我 因为柳旭坤订好了跟女朋友旅游 真是亲弟弟 不过柳旭坤给我一天一千的护工费 好像也不错 就忍受一下柳旭烟那张臭脸 幸好他动完手术比较虚弱 看着温柔不少 那张白皙的脸虽然没有血色 却依旧美丽 我坐在病床边给他削苹果 他突然来一句 削得真丑 我直接把没削皮的另一半切下给他 这样不丑了吧 柳如烟腻了一眼 撇开头 我不吃 我当即就送自己嘴里 我吃 柳如烟有些无语 片刻道 我要上厕所 我弯腰去扶他 柳如烟双手搭在我肩上 后背用力撑起来 突然撕了一声 是不是拉到伤口了 我猛地凑近 对着他的脸就两厘米的距离 我们眼神对视两秒 还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我瞬间脸红 低下头小心翼翼地扶他起来 慢生生地走到厕所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疑惑 干嘛不上 他咬牙 你要看 打扰了 我老脸一红 转身出去把门关上 后面我们没再说一句话 气氛异常尴尬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 我起身 我回去给你炖点汤 你先自己玩一会 柳如烟没凑近 随便在外面买点就行 外面的不干净 怕你吃了肠胃受不了 柳如烟凑近看了我两眼 没有说话 又继续玩手机 我去菜市场提了一只老母鸡 给他炖汤 咱们就是说转的是良心钱 必须照顾周到 他的叔叔准备了 很丰盛的营养餐 我一起带过去 柳如烟喝着汤面上 没一点表情 我心绪问 不好喝吗 还行 我拍拍胸口 那就好 我搞了两个小时呢 柳如烟硬生生 把汤都喝完了 只吃了一点饭 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 把我累瘫了 终于到后半夜才消停 我坐在边上睡不着 突然发现柳如烟 睡着了的样子很乖巧 睫毛好长 一颤一颤的像蝴蝶 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拍 闪光声音同时出现 柳如烟瞬间睁眼 我们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对方 柳如烟道 你在干什么 我急忙找借口 我拍一下床头号 柳如烟显然不想搭理我 继续闭眼睡觉 我惊魂未定缓了好久 后面几天 她的姐们来探望 我则是在一旁洗水果 她姐们打句道 姐夫还挺贤惠啊 照顾你不嫌麻烦 我好久没听到这称呼了 觉得有些嘎 我只是护工 没那层关系 她姐们坏笑 如烟姐还没追呢 没那关系 我可以追捕 柳如烟瞪了她一眼 吃东西堵不上你的嘴就走 那姐们眼神不停地在我和柳如烟身上来回看 嘴边一直挂着诡异的笑容 我就不明白她在笑个啥 这几天我把柳如烟伺候得明明白白 吃好喝好 每天换着花样给她做爱心餐食 她吃得还挺满意 问我手艺跟谁学的 这还用学吗 小时候家里经常没人 自己不做就饿死 生存必备技能 柳如烟顿了顿 你小时候很苦 我不动作一愣 耸耸肩 不算苦吧 比起吃不饱穿不暖的人还是好很多 柳如烟没在说话 凑近继续吃饭 接下来几天我们相处的异常融洽 柳大爷也不挑毛病了 出院的时候他脸上还长了一点肉 但是依旧没 柳旭坤觉得我辛苦 还多加了一千给我 八千到手 这不比暑假攻打得舒服 柳如烟在大学也是风云人物 身边就没有断过帅哥的追求 但也没听说他谈男朋友 追我的也有 但不知道为啥他们追几天就没人饮了 不过我也没空想这些 平时的学业就很重了 周末还要做家教 我大一就拿了六几 课室费能拿到三百一个小时 情况好 周末能赚到一千五百块 最近有个同气的学姐追我 长得很漂亮成绩也好 也很聊得来 我俩一起吃过两次饭 晚间一同在操场散步 拉手的那一刻 没有紧张和心跳的感觉 我是真想和他做朋友 所以将事情说开了 学姐也表示接受 可不知道为啥 我回去后那学姐就把我杀了 心里有点难过 一晚没想通怎么回事 第二天室友说 在校园网谈看到有人发提 我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下面好多人骂我 我气不打一出来 又害怕柳如烟找我查 就去澄清了 但是又有人顶帖子说 这件事情是柳如烟亲自承认过的 我傻了 去问柳旭坤 他磨磨叽叽半天才等我说 他姐真的喜欢我 之前的种种都是他姐设计的 包括去他家 都是因为柳如烟想见我 我听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战战兢兢问 你姐脑子没事吧 看上我什么了 可能是看上你的美貌和才华吧 我姐是个死心眼 可能是因为你夺了她的初吻 对你念念不忘 她还能有初吻 怎么没有 别看我姐长得像渣女 但她一直没有谈男朋友 到现在还是处女 我不信 别不信了 我姐我还能不知道吗 就当我姐夫吧 挺好的 我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几天 整个人都是猛圈状态 看见柳如烟就躲得更远了 奇怪的是 她也没来找我查 见着我也是冷冰冰一张脸 我问柳旭坤 她之前说的是不是胡我的 柳旭坤说 她姐是死鸭子嘴硬 两个星期后 柳旭坤大半夜打电话给我 她姐喝醉了 让我去接 我看了一眼时间九点半 还有半个小时宿舍关门 等会我回不来 你让她姐们去接吧 你就住我家吧 她姐们都喝醉了 我在外面走不开 你帮帮我吧 柳旭坤磨了我十分钟 最后我还是去了 到酒吧门口 她两个姐们跟我一起 将醉醺醺的柳如烟扛上车 莫了见兮兮的说 辛苦姐夫了 我突然感觉自己中击了 好不容易扛着她到门口 还是阿姨来开的门 最后我和阿姨一起把她扛到卧室 我整个人都累瘫了 阿姨说给她煮点醒酒汤 我坐在一旁休息 突然柳如烟坐了起来 吓了我一大跳 她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也不说话 我走过去歪头看她 怎么了 是不是想吐 柳如烟还是没说话 浓厉的睫毛锤着遮住眼球 看不出情绪 我真担心她吐 你等会 我给你找垃圾桶 转身之际被她拉住手腕 还没反应过来 被她一扯 一个转身我和她双双跌倒在床上 我撑着手肘起身 一不小心按到她柔软的春光 慌乱地拿开 身体一下子趴了下去 被她牢牢抱住腰 我浑身一颤 快放开 柳如烟那双清澈的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 十分认真的问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听到这话直接傻了 脑袋咋呼呼一片 回答我 柳如烟声音加重 我半天才憋出三个字 我不敢 柳如烟眉头微壮 那双眉眸浅犬温柔 眼神似乎要射人心魄 看得我差点陷进去 我晃了晃头 回过神来 再跟个醉鬼说什么情话 女人三分醉眼的你流泪 扒开她的手 用温柔的语气安抚她 别闹了 外面还有人 先睡觉 柳如烟没有松手 脸颊一片飞红 显得有些无辜 她一字一句道 克强 你就是一个狡猾的狐狸 还能叫出我名字吗 这一刻有点怀疑她最没罪 光当一声 阿姨推门而入 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僵硬 不敢回头 阿姨很迅速地把醒酒汤放下出去 关门的时候说了一句 你们继续 真的很想死 我欲哭无泪十分无奈 咱们换个姿势行吗 我这样有点难受 柳如烟果然松了劲 我乘机爬了起来 气喘不匀 差点被她捏断气 心中做了好久挣扎 才决定给她喂汤 但不敢再靠近 我离着床半米的位置 捧着汤 把这个喝了吧 不然第二天难受 柳如烟用手臂遮着半张脸 声音微弱 没力气 我深呼吸 尽量压制住想到人的冲动 我喂你 片刻柳如烟直直地坐了起来 我一勺一勺地喂进她嘴里 她就一直盯着我不眨眼 我被看得面红耳饰 感觉被调戏了似的 柳如烟轻笑一声 你脸红什么 害羞吗 我们还没做什么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只见柳如烟唇边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我顿感不妙准备跑路 被柳如烟扑倒在床 我不敢用力反抗 只得开始求饶 柳 柳大姐我错了 请手下留情 柳如烟眼神灵力 不准跟别人吃饭散步 我使劲点头 好 不吃不散 做我男朋友 好 说完我瞬间抿紧嘴 疯狂摇头 嗯 不同意 柳如烟挑眉 我咽咽口水 这得慎住 我不管 是你先招惹我的 柳如烟语气十分强硬 我心里又懊恼了一万遍 不 那是误会 柳如烟不耐烟地哼了一声 那你想要怎样 让我追你 我不敢跟他绝 这喝多了下手没个轻重 于是尽量安抚道 你都喝醉了 要不明天再说这个事 我们好好谈谈 行吗 柳如烟有些动容 我继续进攻 先睡吧 柳如烟松开了我 翻身躺了下去 我如是重负 大口呼吸 刚起身背后传来一句 不准走 不走不走 我附和他 没过一会 传来一阵阵均匀的呼吸声 我回头一看 柳如烟已然睡着 不走是傻子 我拿起书包就跑 昨晚的事情我并没有多想 他喝醉了说不定第二天就忘了 可万万没想柳如烟第二天 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愣是一个没敢接 甚至把手机关机了 晚上开机后 点开柳如烟给我发的消息 克强你又耍我 这一刻我隐约感觉柳如烟当真了 赶紧打电话跟柳旭坤求救 他十分纳闷 我们昨晚没发生些什么 我就知道 这两兄弟八百个新言子 把他骂了一通 柳旭坤安慰我 你先别生气 我捡那大傻 我去教育一下他怎么追男孩子 没等我说啥 电话已经挂断 真的服了 你们见过笑话怎么追人吗 每天八点在宿舍楼下给我送早餐 还要看着我吃完 午饭从家里拿来的爱心餐 看着我吃完 每天睡前给预定鲜奶 看着我喝完 一时间我也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 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对话 他就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长得不咋地啊 是没有校草率 好像是个学霸年年都拿奖学金 看他穿的穷酸样 还是个贫困生 柳如烟这个白富美怎么看上他的 我自当一笑抿恩仇 凑近挺胸从他们面前路过 原以为这件事情柳如烟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才没拒绝 让他至难而退 没想到眨眼都要一个月了 我实在受不了 你把我当猪痒 柳如烟道 你太瘦了 又不爱吃饭 对身体不好 我求他 你别再送了 我的暑假工都不够给你伙食费 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谁要你给了 我乐意送 看他挺认真 我叹息一声 把他拉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决定把话都说清楚 柳如烟由我拉着走 传来一阵嬉笑 怎么 决定答应我了 我停下脚步 确定四下无人转过身面对他 认真对他说 柳如烟 我们真的不合适 你以后别再做这些了 我心里有股罪恶感 柳如烟愣了两秒别开头 轻哼一声 罪恶个屁 我又没做什么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 但我真的没有恋爱的想法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 我当你和柳旭坤都是很好的朋友 柳如烟看了我两眼有点猛 你准备去当和尚 我自嘲地笑了笑 可能会吧 你条件那么好 不会缺男朋友的 别浪费在我身上 不值得 空气凝固了一分钟 我心跳狂震了一分钟 夹杂着酸色和苦味 不知怎么的 我不敢凑近看她的表情 低声说了句 就这样把我回宿舍了 刚迈开脚被柳如烟拉进怀 她的双手紧紧估住我后背 我下意识挣扎 她却搂得更紧 身后传来她铿锵有力的声音 贺强 值不值得是我说了算 别给我下定义 也别看清自己 我平住呼吸 心跳声震耳欲聋 柳如烟又说 你知道自己多优秀吗 大一拿六级 常年第一名拿奖学金 各个排行榜都在低 我都考不过你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自卑 但你要知道我们是平等的 收起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我鼻子突然一酸 眼睛也湿湿 柳如烟放开我 我将头埋得更低 生怕被她看到丑态 柳如烟忽然择一声 就是身材太瘦了 前胸贴后背 多吃点听到没有 谢谢 有被伤害到 刚才的感动瞬间化为乌有 不想理你 趁她不注意转身跑吗 身后传来她大吼的声音 记得多吃饭了 晚风拂过脸颊 那字字言语仿佛吹进了心眼 开始生根发芽 那之后柳如烟 没有再强硬地给我塞东西 但每餐跟我一起吃饭 我打饭都是一荤一素 有时候全素 她往我碗里塞鸡腿不满道 你省钱吗 吃这么素 把这个吃了 我真不想吃 吃了要给她钱 但是不吃又塞得更多 我让柳旭坤劝劝她姐 她却说 你还帮我姐省钱呢 她那败家子 用来购物 还不如花在你身上 你放心 她有张黑卡 多的是钱 无言以对 我只想早点毕业 终于熬到放寒假 我做完寒假工 挣了两千块回家过年 这次去医院拿药 就五颗花了两万五千块钱 我家住在乡下镇上 小桥流水白墙黑瓦 每每回到这儿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静 爸爸好像又老了一点 明明不到五十岁 两病的白发越来越多 她在洗被子 没发觉我回来 爸 我喊了一声 贺强 这么早就到了 我都没去车站接你 她擦着手上的水 一边帮我拎行李 不用你拿 家里不是有洗衣机吗 怎么又手洗 我往屋里走 爸爸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贴上了对联和红灯落 爸爸笑嘻嘻道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 天气好 我就拿来洗了 我瞥了一眼她皱巴巴的手 莫名难受 拿出白色瓶子给她 你身体不好 别碰凉水 我给你买了五颗药 可以吃到我下次回来 我爸捧着药黄滴下肚 克强 这药太贵了 咱们以后还是补 不行 她的话被我打断 满是自责 我伸手抱着她 轻轻抽吸 爸 你不用担心我 我有办法挣钱 我有奖学金 平时做家教也不少钱 还可以打暑假工 我每天都吃得很好 你就好好养病 好好吃药 她有些哽咽 好 爸听你的 我从小就是孤儿 六岁的时候发高烧几天没之好 养父母就把我扔在路边 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是贺英捡到我 从死亡边缘把我拽回来 她的条件并不好 家里人都让她扔掉我 可她没这么做 因为我这个累赘 害她找不到对象 和家里闹反了 带着我来到这个城市生活 我11岁时 她找了一个女朋友 可那个女人对我不好 经常打骂我 我忍了下来 想要贺英正常的结婚 后面离家出走 在外面流浪了一个月 差点饿死 贺英知道真相 后跟那人分了手 找到我使她抱着我痛苦 一直跟我道歉 我说自己不想拖累她 让她送我回孤儿院 却被她扇了一巴掌 以前我都喊她是叔叔 那一刻才叫了一声吧 后来贺英没有再找过女朋友 我们日子虽然苦但很幸福 贺英每天上班12个小时 我中午放学回家煮饭 给她送到工厂去 原以为日子会这样 频繁地过下去 贺英却在我高一那年生病了 起初在几个医院都没查出来 一年后才确诊败血症中期 家里没钱治 贺英就拖着 因为要留钱给我读书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大 学费全免 得知了有效药 只要能赚钱 省钱的我都愿意做 我什么都不敢奢望 只想留下贺英 这个事情 我没有在谁面前说过 柳旭坤也不知道 十二点钟声响起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和爸爸跑到镇上看房烟花 以前有好多人一起 现在基本每家都买着 在自家院子房 来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正当我们满怀憧憬地 盯着灰暗的天空时 那抹斑斓绚丽始终没占开 一个中年女人来说 今年的烟花取消了 因为人少 镇上也懒得放了 我们落寞地回了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见着柳旭坤发了一张全家服 父母看起来真年轻 像姐姐哥哥 柳如烟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 美丽凌人 那双狭长的眉目像是会说话 隔着屏幕看着我 心脏莫名狂跳 在床上辗转反侧 柳如烟那般的人 怎么会喜欢我呀 大年初六我们没有亲戚走 就邻居串串门 刚从王沈家回来 就见着路口堵着一辆卡宴 里面的人在争吵 让你别开进来 你非要开 停在外面不行吗 你闭嘴 我听着怪熟悉的 走近一看 柳旭坤在驾驶为脸憋得通红 柳如烟在副驾驶一脸铁青 我又惊又喜 你们怎么来了 贺强 柳旭坤解开安全带下车 扑在我身上 我来看你啊 在家里好无聊 我偷瞄了一眼车里的柳如烟 就被柳旭坤拉着走 别管他 快带我去你家 到家后贺英有些惊慌失措 柳旭坤热情地上去握手 叔叔 我是贺强的同学 我叫柳旭坤 柳旭坤好奇地东看西看 我觉得挺好的 很温馨 柳如烟也应了一声 贺英把我拉到一旁 你同学提了好多东西来 你去街上买点牛肉 我杀只鸡 爸 你别折腾了 我带他们去街上吃 街上的东西不干净 别把你同学吃坏了 我去杀鸡 说时迟难时快 转过被我爸那若不惊风的身影 就抓到鸡 开始按着杀 只是鸡一直拍腾的翅膀 飞了一地鸡毛 柳如烟过去要帮忙 我推开他 你这大小姐哪里会杀鸡啊 别弄脏衣服 他很不服气 袖口往上撸 一手抓鸡一手持刀 这鸡他非杀不可 每每过三秒 鸡血滋了一身 顺着衣服往下滴 柳旭坤在一旁笑地直不起腰 还不忘拿手机拍照 贺英很是着急 哎呀 这衣服很贵吧 我们家也没有你能穿的衣服 柳旭坤上气不接下气道 叔叔没事 我们带了衣服的 姐 我去帮你拿 我帮他打了一盆热水清洗 柳旭坤给他拿来的衣服 我疑惑地问怎么还带了衣服 他说准备在这里玩两天 刚好烧我一起去城里上学 我咋听着不对劲 可是我家里住不下呀 柳旭坤大气道 没事 我们住酒店就行 不用管我们 这时柳如烟换了一身衣服出来 狠狠地弯了柳旭坤一眼 然后跑去跟我爸一起把鸡毛 两人坐在一起还交头接二 鸡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懒得管了 我去厨房忙活 今天我长厨做了十个菜出来 出来后腰酸背痛 久了不搞生疏 柳旭坤一边吃一边赞叹 贺强 你厨艺真好啊 难怪我姐一直 柳如烟一个眼神沙了过去 柳旭坤脖子一锁 闭上嘴闷头吃饭 晚上柳如烟一个人出去住酒店 柳旭坤非要跟我挤一起 聊天时三句不离他姐 我忍不住笑 你是来给你姐说没的 我姐口才不行 这事还得我来 再跟你说说我姐小时候吧 你已经说了两个小时了 还有好多 你听 我还是耐着性子在听 说一句真话 我还有点想听 直到鸡开始打鸣我俩才睡去 午饭后隔壁的小鸭 给我送来两盒烟花棒 鹤强哥 你上次没看见烟花 我用鸭碎钱给你买的 这姑娘大抵是没忘记 我当年给她补习英语来报恩了 才十五岁已经不低了 模样也越来越美丽 我笑着接过烟花棒 谢谢啊 贵吗 小鸭满脸通红 不贵 还很漂亮 柳如烟突然走过来 抢走我手上的东西 瞧了瞧 啥玩意儿 烟花棒啊 小朋友送我的 柳如烟腻了小鸭一眼 目光不屑地上下打量 那眼神直接把小鸭吓跑了 我不满棒 你吓唬人家干嘛 柳如烟哼了一声 我又没说什么 他为什么送你烟花棒 脸还那么红 没安好心 我一把夺走烟花棒 你这人真奇怪 他因为我过年没看见烟花 买来安慰我的 想什么东西 我气呼呼地走了 后面一下午没见着柳如烟 以为他被我骂跑了 柳旭坤丝毫不慌地在玩 干我别管他 直到吃完晚饭 柳如烟才回来 他抱着两箱彩色的大烟花摆在院子 强势地对我说 过来放 放不够车里还有几箱 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 柳旭坤第一个冲出去 赶忙拿着火机去点 一道白线直冲凝销 在黑暗的空中绽放开五彩斑斓的流速 煞时间 整个屋子如白昼 烟花又大又密 末了还有渐变的颜色 比在公社看得还要漂亮 一发接着一发 引得隔壁邻居们都忍不住跑来观看 一声声轰隆的巨响 也震动着我心脏 我看着满天的烟花 只感觉眼睛乌蒙蒙一片 不自觉说了一句 柳如烟谢谢你 突然柳如烟凑到我耳边 是这个好看 还是烟花棒好看 我慌乱的侧头 刚好碰到他的嘴角 湿润的感觉 像触电一般 我后退了两步 柳如烟坏笑得甜甜嘴角 你又亲我 我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 只觉心跳声好似 盖过了爆炸声在耳边盘旋 索性大家专注烟花 没注意到这边 第二天离开的时候 赫英给他们塞了一后备箱的东西 差点把家里掏空 柳旭坤一一拿上 说到时候让我去他家吃饭 回来没多久 赫英突然给我打电话 问我为什么买了这么多要寄回来 是不是干了什么违法乱计的事情 我都猛了 但是转念一想 给柳如烟发了信息 再三逼问下他终于承认 我很焦虑 感觉身上背了一座衫 那就先记着吧 总共六万块 我后面还你 柳如烟甩来一个电话 吼我 贺强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这跟钱有啥关系 你要是心里有我 就不要说这些屁话 搞得多陌生似的 他这么强势 都快激发出我不要脸的本性 但理智摁住了我心平气和道 柳如烟 我不想欠你 不想因为这个掺杂其他感情 柳如烟那边沉默半傻 甩了一句 你不欠我 然后挂掉了电话 后面的一个月他都没有联系过我 这段时间 我变得很奇怪 老是想看手机翻绿泡泡 没看到柳如烟的消息 心里还会失落 突然意识到不对 赶紧用学习来麻痹自己 马上大色了 再准备考研的资料 五月份 贺英病重的消息传来 我匆忙地赶回了家 他已经骨瘦如柴 我要带他去大医院 他死活不肯去 说自己没两天日子了 他拿出小本子 说上面的几个联系方式 可能是我的亲生父母 等他死后让我去找他们 我扯过本子用打火机烧了 怒吼 好吗 贺英擦了眼泪 是如烟吗 上次他来我们家 一直在问我关于你的事情 我能看出来他喜欢你的 我没有说话 贺英又叹息一声 但是如烟看着家里条件很好 爸怕你跟他在一起受委屈 我深吸一口气轻轻道 他不会 三天后贺英走了 莫名其妙我哭不出来 也吃不下饭 收拾好他的葬礼后 我就去上学了 柳旭坤来找我被吓了一条 捏着我的脸 你这是病了吗 没有一点血色 这些天杂找不到你啊 我有气无力 就是没睡好 他拉着我走 鬼鬼祟祟 我姐可能要走了 去哪儿 我莫名紧张 我妈让她去国外留学两年 回来好打理公司 证件都办好了 我凑近不语 柳旭坤叹了一声 我觉得你们两个真别扭 明明心里有对方 就是不承认 特别是你 我更没话说了 柳旭坤搂紧我手臂 要不你去挽留一下我姐 说不定她就不走了 她最近有点心灰意冷 这几天精神不佳 做决定比较冲动 像是有东西在掏我的心 变得又空又轻 很干脆 送别宴在他们常去的酒吧 来了很多人 大多数是她的姐们 差不多都见过 柳如烟还没到 柳旭坤说她最近飙摩托 可能从哪个赛道过来的 有点远 他们开始打去我 姐夫 你是不是最近跟如烟姐闹别扭了 她酒都不喝了 不仅不喝酒 还不出来玩 这不 马上就出国了 我听着不是滋味 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柳旭坤接到一个电话 瞬间站起来急切大吼 什么姐 你在北冰路出车祸了 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冲出了酒吧 柳旭坤在后面喊我 我脑子嗡嗡作响 完全听不见 叫上出租车就去了北冰路 坐在车上 我身体一直在发抖 给柳如烟打电话 一直没接通 到地点 前方就围着一群人 我下车差点跌倒在地上 柳如烟 我冲过去扒开人群 只见地上好大一滩血 心味弥漫 还有稀碎的摩托车零件四处散落 旁边是一辆四轮朝天的轿车 还有一个翻倒的铁架子 我四处张望 路边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靠在树边 猛的心口一紧 腿软瞬间发软 我一瘸一拐跑过去 拽着他的手摇晃 柳如烟柳如烟 泪水不停地滑落 我摊在地上手足无措 几乎哽咧地恳求 别死别死 我在这儿 清朗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猛地回头 瞳孔中映现的是那张熟悉的脸 但是衣服裤子沾满血 像个血人 我一下子把他搂进怀里 把他的脸贴到我的胸膛 挖得一声痛哭起来 抽噎着 吓死我了 柳如烟双手更加用力抱住我后背 深吸一声 别哭了 我听着心疼死了 我抽气地停不下来 赶紧松开他 摸着他的身上 伤哪了 为什么流这么血 有没有事 柳如烟双眼弯弯 扬起手臂 我没事 就是手臂和腿上擦了一点 这些都是贪犯的猪血 我摸上他的伤口 疼不疼 流这么多血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温柔地说 克强 我真的没事 别担心 那股害怕感久久未散 我控制不住地低下头抽气 我担心 我真的担心死了 柳如烟忽然轻哼一声 那你还说心里没有我 我凑近坚定道 哟 你那么好 我喜欢你 我心里全是你 柳如烟有些泪怒 沉沉闷吸一声 紧紧地抱住我 这一刻似乎时间静止 周围的嘈杂声都消失不见 只剩我们二人 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同时响起 旁边传来柳旭坤震耳欲容的哭喊 姐 你怎么了姐 你不是说没事吗 你别吓我呀 我和柳如烟看去 只见柳旭坤在跟着担架跑 磕磕绊断差点摔倒 柳如烟喊了一声 哭错坟了 那群人回头 柳旭坤冲刺过来 抓着柳如烟手臂 姐 为啥这么多血 你是不是要死了 呜 早知道就不演这场戏了 我不觉皱紧眉头 柳如烟神色慌张地瞟了我一眼 赶紧推开柳旭坤 轻渴两声 你在说什么东西 我没死 就一点擦伤 柳旭坤这才收住情绪 抽吸 真真没事吗 你血都要流干了 柳如烟往那边指 猪血 不是我的 柳旭坤瞬间变了脸色 你早说呀 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如烟姐没事就好 柳如烟道 我不是在电话里说了没事吗 姐们说 这看到现场还是吓人 我捏着下巴思考 等会 你们刚才说演什么戏 一时间大家都躲避我的眼神 柳旭坤更是转过身 我直勾勾盯着柳如烟 柳如烟喉喉咙滑动一下走向我 克强你听我说 这时交警和护士过来打断他 柳如烟再三强调自己没事 却被强制地拉上救护车 我和柳旭坤都跟着上去了 护士清理他的伤口 好大一块擦伤 肉都翻出来了 我看得汗毛倒立 柳如烟一直拉着我的手解释 克强你别误会 我只是 我知道 我打断他握住他的手 郑重地说了一句 我愿意 柳如烟不敢相信地眨了两下眼 下一秒脸红到脖子 别过头去 柳旭坤一脸嫌弃 爱马 还害羞了 救命啊 你给我闭嘴 柳如烟弯了他一眼 柳旭坤忽然拍拍我 有些惆怅 克强 我们才知道石叔叔走了 不过你别伤心也别担心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我眼眶猛然湿润 看向他又看向柳如烟 手中力气慢慢收紧 此时就像握了两个无比珍贵的宝藏 一切的枷锁都不能再禁锢我奔向他们